好,接着带你来看到吉安湘庆丰村斯大岸部落发展协会进行筹备会议 即将成立协会来传扬太鲁阁族的文化 发起人于桂梅表示 未来将重拾传统历史文化营造健康特色的部落 来增进部落族人的福祉 获连县吉安湘斯大岸部落发展协会筹备会正式展开 发起人于桂梅表示 希望从斯大岸部落居住的一百多位太鲁阁族人们 早期都是从太鲁阁国家公园下来这里居住的 为了传扬固有的重拓文化 特别筹夸成立协会来凝聚大家 共同来为历史记忆来努力 发展协会 然后母发起人目前是在45位 因经过社会处的一个通过 然后第一次筹备会 我们是在12月5号的时候 已经筹备第一次的筹备会 但是我们的发起人几乎就是我们自己部落的 其老或主人一起共同去成立筹备会的 所以县府通过之后 我们已经召开第一次的筹备会 所以我们的宗旨是针对人文 一些太鲁阁的文化 还有环境等等的一些相关资料 来足以成立这个时代案发展协会 一个人表示在筹夸当中 大家可以说是相当的缺悦 即是广义来营造健康特色的部落 未来也会争取文化健康战来照顾部落的长者 协会员一定在明年办理口黄请 以及制作竹筒的联系活动 增进博主人们的福祉 记得教育介绍吧